總共申請了65個在美國參議院、眾議院 還有一些相關花府周邊遊說組織的實習 最後這65個申請總共有7個人找我面試 最後只有一個人願意提供的機會 Hello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過去兩年的暑假 還有到我現在大學三年級了 我在這兩年多一點的時間 申請實習的一些故事還有一些策略 因為我在幾個月前有發幾個 好像三個還是四個吧 跟實習有關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我記得我實習兩個月好像就發了 三個還是四個跟萊芽有關的影片 就是有觀眾就留言跟我說 他想要實習 他想要做實習這件事 可是他不知道他想到哪裡實習 那我看了之後我是有點沒有看懂那什麼感覺 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 你想要做點什麼事 但是你又不確定你想要做什麼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是怎麼看待這件事 然後我自己是怎麼執行這件事 然後一樣你們就可以幫我帶來參考 那在我開始分享我這兩年多一點實習 或尋找實習的想法 或是策略之前呢 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件事 就是你們從我Youtube頻道 或是可能甚至有些人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們可能會覺得就是我看起來都在做一些很有趣 或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然後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好像可能在學校或是工作這方面蠻精彩的 然後就好像都很開心很愉快 然後都很順利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 其實蠻多挫折的時候是我沒有呈現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都只有把好的一面或精彩的一面呈現給你們看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算是真的坦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失敗 就我也不是說找到一個我想要的實習 然後一申請就成功 其實我失敗至少一定有100次 可能有150次 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這些失敗 還有這些失敗是怎麼影響我的心態 到我現在在申請實習的時候 其實是用非常不一樣的看法來面對 那我想從我大學的第一個暑假開始跟大家分享 那那時候我對公共事務是比較有興趣的 所以那時候我總共申請了65個在美國參議院 眾議院還有一些相關花府周邊的遊說組織的實習 最後這65個申請總共有7個人找我面試 最後只有一個人願意提供的機會 那我當時其實是一點工作經驗都沒有 因為當時才大一一生大二嘛 所以我的心態就是我也沒什麼好失去的嘛 反正就申請 可能每個申請花個5到10分鐘 你知道打一點資訊然後寫一個那個cover letter 就是是求職信嗎 可以這樣說 應該是吧 反正cover letter 我再查一下幫大家查什麼 然後我再放在影片裡面 我想說就是亂槍打秒 我就申請很多個很多個 至少有一個人會跟我面試 然後就有7個人跟我面試 不過只有一個人願意給我機會 然後我也就去了花府 然後在那邊住了兩個月嘛 那對我在花府的實習有興趣的人 你們可以到我之前發的影片 我有稍微跟大家分享過那段經驗 然後這一年在花府的實習 就讓我有點發現就是說 公共事務好像不完全是我最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就開始拍我的YouTube嘛 就你們現在在看的東西 就讓我有點想要往一般公司的這方面前進 我覺得這也是實習可貴的地方 就是在學生時期 尤其是大學生的階段 就你可以到處去看看 到處去申請 然後到處去實習 或是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制工 到處去制工 然後就會慢慢發現說 哪些地方可能是你比較有興趣的 然後哪些地方可能是 你可能比較沒有興趣的 然後就把它排除掉 然後就慢慢去摸索 我自己也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去什麼都試試看 然後慢慢的摸索出自己 可能越來越有一個方向感的感覺 所以在大二生大三的暑假 也就是大概四五個月前 就是2022年7月8月的時候 我就只有著重在申請私人公司的實習 那大家也知道 或是可能有人還不知道 總之呢 大二生大三的暑假呢 我加入了台灣萊雅 但加入台灣萊雅之前 我總共申請了25個實習 比去年少了大概40個 那在這25個申請裡面呢 有四個人願意給我機會面試 然後最後只有一個人給我機會 那就是台灣萊雅 感謝台灣萊雅 還讓我遇到一些好朋友 這是Tim跟Kai Hello Tim跟Kai 你們應該都還有在看我的影片吧 以後開始會還給我留言 我還記得 反正我最後就加入了台灣萊雅 一樣又是被幾十個人拒絕之後 終於有一個機會 所以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故事 鼓勵大家說 類似的東西你都去申請 一直去往這個大的方向前進 然後前進之後你就會發現 當你被給予機會之後 你的那個就越來越有方向感 就像我現在在台灣萊雅實習了兩個月之後 我又更想要往 攝取然後是行銷這方面就是前進嘛 所以呢 到今年現在大賽已經開啟了一個多月了 我申請了總共差不多六十個實習 然後被拒絕了四十次 包含了 AWS就是亞馬遜那 然後加古文 Oracle 還有萊雅 我被紐約的萊雅也拒絕了 洛杉磯的萊雅也拒絕了 不過沒關係反正我還是繼續申請 然後到這禮拜 終於有兩個人願意給我機會面試 通過了兩輪的面試之後呢 有其中一個公司 也在今天早上 就是今天早上幾個小時前而已 願意給我機會去實習 我也收到他們的錄取通知了 如果我最後有接受這個工作的話 因為我還有其他另外一個面試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他們應該也會給我錄取通知啊 我也不確定我自己最後有去哪一個 不過不管我最後去哪裡 或是我決定不要去就是專注在上學的話 我都會再拍一支影片跟各位分享 你們到時候可以自己再關注一下 其實今天早上我就覺得蠻感動 就是說 因為我過去兩年 就是到處申請都一直一直被拒絕嘛 其實包含到今年 我申請也是一直被拒絕 但我就覺得說 好像終於有人就是 看到我 然後願意給我機會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故事跟各位說 不要怕失敗 就我覺得我有趣或是豐富的這些經驗 是我那些可能一百多個失敗堆疊而成 意思就是說我沒有那一百多個失敗 我就不會去找到被我成功的那一個 因為我在申請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會成功 所以我就是每個都申請 那失敗了就失敗 反正就像我剛剛說的 沒什麼要失去的嘛 假如被我摸到了一個 成功了 那我就有啦對不對 那這一點點各種經驗 累積起來 我能去觸及到的東西就更廣 或是更酷的東西嘛 你們懂我意思 然後我到現在大學已經接近後半段了 我就越來越覺得說 大學真的是一個很寶貴的時間 可以讓大學生去嘗試各種領域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也是在嘗試不同的領域之後 慢慢摸索出一個自己比較明確的 想要前進的方向 當然我是講大學畢業後的方向嘛 因為我現在也還沒大學畢業 我還在繼續摸索 說不定我哪天就覺得 我在做這些社群或是行銷的東西 我沒有很喜歡說不定 反正就是利用大學這段期間 就是比較沒有壓力 因為不是說一定需要一個 確定的工作 就是我可以這裡試試看 那裡試試看 然後慢慢去發覺自己喜歡什麼 失敗就有點像那種一塊一塊的拼圖 然後慢慢慢慢往上 然後扭一個成功就覺得 噗 這樣子 就是這種感覺 持續把自己往正確的方向推進 那有一天我想要的東西 或是我想要的工作 就會是我的 希望你有回答到一些 比如說之前在我影片裡面留言說 想聽我分享實習經歷啊 或找實習的經驗 或是想去哪裡實習 不知道要去哪裡實習的那個人 就是你 我就是為了你才想到這個影片 好不好 希望你有看到 然後希望對你有一點幫助 如果有其他想知道的東西 或是你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 我每天早上起來 最期待的一件事 就是看你們的留言 雖然大部分時間都不會有人留言給我 但有人留言給我的時候 我真的都非常開心 因為就覺得說 有人就是跟我互動 然後有人給我回饋 或是 有人就是讓我知道他們想要看什麼 給我更多影片的靈感之類的 所以 歡迎留言 那也可以追蹤我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啊 包吝 這個 我們是